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的频道 我是Odell 很开心 今天又有一家房 所以又可以带大家出去玩啦 大家已经看到我换了衣服 而且今天化妆了 但其实平日出街除了这些化妆 和本身的衣着之外 首饰也是很重要的 这次很开心 我收到这个来自 纽约品牌的Emma Luisa合作邀请 所以我现在已经戴着它们的颗链和手链 老实说给大家听 其实我本身没有留意开这个牌子 但自从今次之后 我就开始想 为何自己这么迟才发现这个牌子 因为它一直都有我想要的东西 首先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它所有的饰物都是防水的 对于我这些比较懒的人来说 其实是很加分啦 因为我洗澡的时候 或者是流汗做运动的时候 都不需要去除了这些手吃去啦 再加上它戴着啊 冲水这些都不会生手 所以是很似狗的 这个是真的很加分啦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 虽然它的设计全部都很简约啦 但是这样就很方便我去衬衫 还有平日可能你说上学啊 出锅这些 其实它都不会说是很夸张 所以都可以整天戴着 而且它就简单得你戴上去呢 又给人有种感觉好像很优雅 和高贵些 第三件呢就是它的色彩 全部都是低敏感度的 所以如果皮肤本身比较容易敏感的人 都可以会适合大 然后第四件呢 就是它也是很主张环保的 它这些饰物全部都是用一些 回收金去再重新做出来的 以至到它的包装 都是全部可以回收啦 那最后呢就是价钱上面的方便 那我都明白啦 作为一个暂时都还没有说 很有收入的学生来说 价钱也是一个考虑 但是它这个品牌好呢就是 可能因为它也是用一些回收金 所以它没有一些 外面一些真的珠宝店那么贵 但是呢也都不会影响到它的品质 然后好像我上网看过最便宜 都是大概港币三百多元都已经可以买到 以这个价钱和质素来说 是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是值得的 好了那我先说太多东西了 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就去description box 然后按那条link 就可以直接去到他们的网站那里去看啦 那现在呢 我们呢就打算去大卫了 那其实呢 平时都比较少机会去大卫 除了你说真的去踩蛋车 事不宜迟 Let's go 现在来到大卫了 今天超超超超超热 那我们找了这一间 今天呢就叫了两个东西喝了 然后这个呢 是发酵的昆布茶 但是它的名字很有趣 它叫做Tabu茶 然后这杯是什么来的 还有葱配烏龙茶 豆乳烏龙茶 都是一些拉齐类型的东西 好QQ啊 现在这个是凌天皇的珠门 然后这里呢 它可以自己买个瓶 然后就进入这些 好像拆架的物体 进去 超级的 我们吃完饭 然后走了一会儿 今次是第一次走Tabu茶 其实它也挺多的 而且我觉得它目标得到 不同年凌晨的人 现在就去看电影啦 我们今天看什么呀 啊啊 我谭丁达障恋爱 是这个MC做的 所以一定要看电影 因为今天是这个10月1号 然后 它就给了这两张挂挂卡我们了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寒不喘 我来看电影出来 我比我想起来很好的 很简单的 爱情 再加喜剧 其实是爱情片 但是它又不是平铺 直聚一个情侣 就是你会觉得中间有些位 很可惜 但是你会觉得好像很可惜 但是又有一些sweet sweet sweet 的位置 整个电影院都会不停听到有笑声 很自然啊 不会特别的 硬要有些河水片 硬要做出来 所以整体也是挺值得看的 MC挺好的 我觉得它比我预期中 做得好 还有拍着五君鱼 那五君鱼都是拍得好 就是做起做得好 现在就出了来 但这里有这个一路 现在终于都回到你家了 不好意思啦 这次这个vlog好像没有什么 展示给大家看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一天 都是很放鬆的 我会做的事 那可能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现在究竟在读什么 上次拍的影片 应该就是刚刚好读完这个 Madison Blog 就是Blog A的 那现在呢 就已经是去到这个Blog C的一本啦 那for我们呢 Blog C呢 又是回到一个multidisciplinary的一个Blog 就是包括有一些肿瘤科啦 父产科啦 眼科 急症啦 麻醉科 这些全部都会读回 或者是有一些是真的今年才第一次接触的 那我就会其实挺喜欢Blog C 因为Blog C的体验是和其他blog很不同啦 你好像每一个星期呢 就会接触一个新的科 所以是挺有新鲜感的 还有我今个星期就是眼科 所以明天就会去一个眼科的门诊簿啦 我会觉得其实眼科是挺有趣啦 但是我自己都没选择 其实是想选择什么科 而我知道眼科其实是竞争力相当之大 所以我自己都不会说 只是专死去选择一个科 好 待会吃完饭之后呢 就去温点书啦 我会说这个是医学生的日常啦 即使是公众假呢 都会出去玩啦 不过玩完之后呢 都需要花点时间去温点书的 眼科症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繁忙 4个小时的门诊簿要见40-50个病人 即是平均5分钟见一个病人 比较常见的是白内障、黄斑点病变、糖尿上眼等 而眼科医生的工作就是跟进病人的情况 即场做眼球的检查 分析先前做过的报告 看看有没有需要对治疗作出调整 然后决定病人隔多久需要回来复诊 不过这个都是我对眼科的初步了解 然而看得出眼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 每个人上了年纪都一定会遇到一些眼部的问题 导致视力衰退 同时也提醒了我眼部健康的重要性 虽然无可避免 都是要长时间看着电脑导致眼光 不过就可能中间被眼睛休息一下 或者滴下眼药水来舒缓一下 早安啦大家 现在又是1点多了 在完结这条片之前 大家记得帮我like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如果是对Ana Luisa的饰物真的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下评论箱里 按一下连结网 直接去到他们的网络了 我今天都搭了整天 颈链和手链 包括我洗澡的时候 和流汗的时候 整体的感觉也是非常好 也是非常喜欢他们的品牌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